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陈思拉 欢迎来到陈思拉厨房 我今天要煮的就是 番茄牛肉煮蛋 我相信每个家庭都会煮的 番茄炒蛋 但是我今天这个就是加了牛肉的 是营养非常丰富 番茄有很丰富的营养 牛肉也是 还有鸡蛋也是 所以这是很营养丰富的菜式 还有很多人 或者有些妈妈要上班 或者太太要上班 回家的时候 就变得很赶快去煮晚餐 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一样菜 就已经可以好像碟头饭 又有功夫的营养 又可以很快脆可以煮好 好了 我现在介绍 首先是蕃茄 我这里有八个罗马蕃茄 首先把蕃茄放在冰水中 放入一个煲 然后加水 然后煮滚了 一滚 一滚 蕃茄的皮自然就会脱出 就会爆开 就是这样 等它爆开了之后 我们就拿起它 拿完之后 就放冰了一点点 剁皮 剁皮之后 就切开 不需要很讲究 如何切的 就是这样 这样切开就可以了 这个鸡蛋就要切掉 我就比较喜欢剁皮的蕃茄 你不喜欢剁皮也可以 吃的时候就会有些衣 这样 这个蕃茄就可以了 这个牛肉 我都要大概 因为我煮的份量也很多 所以我有差不多半磅牛肉 我用了牛柳 大家去买 买炒牛肉就可以了 或者你觉得我不喜欢牛肉 或者有些小孩子 不喜欢或者照不到 你可以用面子牛肉 代替 一样可以 牛肉就切薄片 不需要切得太大块 可以切碎些也可以 这个牛肉 这个牛肉 我用了 因为我这有半个牛肉 我用了 差不多2茶匙的生抽 半茶匙的糖 小胡椒粉 和1茶匙半的粟粉 混合 有一茶匙的水 混合 现在我再加些油 混合 这款牛肉 有3个蛋 加少許鹽 大約4分1茶匙鹽 打散它就可以了 還有蒜蓉 這樣就可以開始煮了 我現在燒紅了鑊 我先加些油先炒蛋 雞蛋已經發了 雞蛋就可以了 我把它攪拌 炒牛肉 然後呢 我就炒牛肉了 炒牛肉 放一些蒜蓉 放些蒜蓉 然後放些少許肉 放些少許肉 放些少許肉 然後把手長放些 放掉 蝦子 放些少許肉 煎一煎 腸牛肉最適合反来反去 如果反来反去就会均匀 煎到一边很香 差不多一边都熟 然后翻 炒均匀 现在炒均匀 差不多了 炒均匀 盐 然后做一些盐 把青芪摄在一起 煎至干燥 煎至干燥 蕃茄已经淋浓了 然后它会出点水 所以我们不需要加水 这样一滚 我们就下调味料 大约1.5茶匙盐 糖看你个人的口味 和蕃茄的酸度不同 所以要试味 现在加了1.5茶匙糖 大家就要试味了 现在试一下 我觉得差不多了 因为稍后要加一些生抽 现在我就加蛋 记住不需要加水 这样就会很原汁原味 我现在加了蛋 加均匀 现在我就预备粟粉打蟹了 我现在是大约1茶匙半的粟粉 我现在是大约1茶匙半的粟粉 我们要看这个情况 煮出来大概是这样的 我再加一点 我再加1茶匙一点 1茶匙的生抽 ok 就完成了 好 这个就可以完成了的 翻搅牛肉煮蛋 這是我的小孩很喜歡吃的 你們試一下吧 用來拌飯和送飯都很好